這邊寫雅伯和這個2.4倍實裝啦 四連擊以上 隊伍技有寫 我試試看有沒有實裝 角色資訊有寫 但沒有實裝 沒關係 我打看看就知道了 打看看就知道有沒有實裝 1 2 3 4 5 6 7 好像5而已 雅伯開冰河變身2技會卡死 怎麼一堆問題 1 2 3 4 5 6 喔 兩組水 7C 8C 10C 實裝了吧 看起來是實裝啦 剛剛沒有實裝的時候 隱害超低的 感覺是有實裝啊 先 先 先洗一下 先洗一下 感覺有 實裝有 順便把那個雅伯和洗出來 跳起來了 你看 很快就跳起來 CF長河要跳了 CF長河要跳了 然後水珠有沒有 你看水等於星喔 然後我們再看 天降還有可能會降星 看一下這個回血量 看一下這個回血量 41萬 我就不多說了啦 我就不多說了啦 看一下這個回血量 你看這個41萬有扯到 這邊有轉租時間有加 我這邊習慣這樣子啊 習慣這樣子疊 我習慣這樣疊啊 我習慣這樣疊啊 好 看 不多說啦 看一下這個回血量 啊 這邊回復歸零 不過可以看一下它的傷害 開亞伯漢 單張1000多萬 只開亞伯漢喔 長蛾那個不算 因為它沒有增傷 它沒有增傷 那這邊的話就是 慢慢轉 喔 血量還有36000喔 這對血量還有36000 喔 剛剛好像轉的不太好 然後消 然後因為喔 冰河它有減傷喔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消冰河紙牌它有減傷 所以還有減傷 10% 你看被打有減傷 所以這對撐個3下 都不會死 4下可能也不會死 我不太知道 說不定4下也不會死 然後水豬1組 2組 15萬 15分鐘 周成可能 很久沒看到他了 應該已經沒完吧 一組水珠,兩組水珠八康 兩組水珠八康回十二萬 這個回復力完全是不用擔心的 甚至說可以打一補盾也沒問題 這邊的話直接開這個好了 天降一個 每天降 再開一個 一組水珠,然後單開亞伯瀚 一組水珠,單開亞伯瀚 然後十一康 一差二十三康 這樣總共單張打多少 單開亞伯瀚一張打三四百萬吧 三四百萬 一組水而已喔 兩組水珠 兩組水珠 兩組水珠,十康 然後一差二十三 然後總共單張打三百,兩三百萬 然後回二十幾萬血 我覺得他應該算是齁,這個回血 算是他的特色啦 回復力非常高,然後血量也高 算是 蠻蠻抹的啦我覺得 只要敵人打不太死你喔 你都不太會死 我剛剛減傷是武裝功能喔 我以為是消到直行 所以有武裝有減傷 然後又有那個 所以就是武裝減傷 然後那個 冰河的那個 昇華又減傷 是這樣嗎 兩個減傷了 但是如果說當你沒開任何技能的話 可能就是 比較癢 比較癢 一組水這樣子 譬如說打個七康 這樣子可能單張一百萬 七十萬一百萬 冰河有達到一百萬 因為他有那個武裝龍科 武裝是隨俗減傷而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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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這隊就是要高康啦 要高康才有辦法 才會打得痛 就是這樣 這隊就是要高康 要高康 這邊我們直接開這個好不好 一二三四五 靠北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 像這種沒有轉高康的話 可能就會癢癢 一二三四五 OK下一關的話 我們要開昌耳 把那個水珠炸掉 這隊的克星 可能就是不能手消水啊 這種的 或是不能進消水啊 什麼的 所以把它全部炸掉 然後開亞伯瀚 增傷 再開冰河 排珠 好這開冰河排珠 呃我是覺得可以再開一招吧 你們覺得要開哪一招比較好啊 開 我想要把那個 轉租時間減短那個 那個弄掉 所以我們這邊這樣子好了 水埃 水埃不行啊 水埃只有炸掉水珠以外的啊 啊那個整版水 整版水你要怎麼開水埃炸 啊 就炸不了啊 我一開始也是有想到埃及啊 但是它是整版變水 呃 我覺得它的傷害齁 可能就是沒有到其他那種 真的很暴力的隊伍這麼高啊 這是事實 但是回復力跟生存力 跟血量什麼的 我覺得算是非常一線的 這個回復力真的op 然後這邊齁 我們來看一下一組水可以回多少 先攻兩萬七齁也擋得住 因為血量夠多 這邊兩萬七 可是一組水如果說你沒有消高康的話 就沒有那個 額外的EXCOMBO 所以如果要回血還是要消高康 這樣子 四康 四康回三萬六 所以一組水四康就可以回滿 一組水 四康可以回滿 一組水 三康回三萬一 四康回三萬六 算非常夠啊 四康回三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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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用上調吧 我覺得已經 已經還還行了耶 就是一個 前解系列 我覺得這樣子已經不錯了啦 這邊的話我們開這個 再開一隻 亞伯漢 再開蠶 整版都是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把它切開 這樣子 看一下傷害 開了兩個增傷 開了 冰河 跟亞伯漢 總共打了 十四 億 兩個增傷打十四億 啊隨便啦 你們懂我意思就好了啦 我口誤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很常這樣子 你們聽得懂就好了 啊我忘記用強化出來了 來這邊的話開個冰河 然後開個亞伯漢 齁再一次 再一次 主要是你那個combo要拉高啦 好這邊七康 九康 好一樣開兩個增傷 好這邊打三億 三億 我真的猛 真的猛 這回復力太猛了啊 然後爆發要 需要爆發的時候 靠冰河也是有啊 我是覺得放這個 比放機械化好啊 因為這個要加秒數 加轉珠秒數 而且爆發也很強啊 對不對 所以亞伯漢說真的 你需要愛因斯坦的天將嗎 他那個每回合 一組心就可以回滿了 不太需要那個 2.4實裝了 實裝了 但是要玩機械化我覺得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啊 但我個人比較喜歡 帶聖鬥士 看自己吧 禮拜三要吃什麼啊 嗯 這個不能講啊 等下 等下被你們 那個 被你們抓到怎麼辦 我就不能做壞壞的事了 來啦 我們這邊再來一次 我想一下喔 我知道為什麼剛剛打14億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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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開亞伯漢 再開這個 再開艾莉亞 人族福祉啊 讓那個冰河的傷害 哇直接再一個大幅提升啊 你們懂嗎 人族福祉那個傷害直接大幅提升啊 所以才會打到14億啊 所以才會打到14億啊 好這邊石康 你看他這傷害 你看又打10億 所以齁 艾莉亞 配冰河 哇這個op 這個op 人族福祉那個 人族強化福祉那個增傷很高啊 很高啊 一啊一去的 對啊 而且回復力跟生存力血量還那麼高 這個我覺得滿滿意的 我覺得亞伯漢是 我覺得 墮天前解系列最滿意的 好一組星 一組水啦 水間星嘛 一組水回 欸六萬多 combo越高 天降越多 哇那回血量越高 喔這邊三組水珠 三組水珠 七combo 八combo 九combo 十combo 十一康 十二康 三組水珠十二康 回二十九萬 這個真的就是 太扯了 埃及艾莎打碎片 我才懶得去打那個 咳 我們直接把他幹死好不好 65%減傷的狀態喔 好看一下 十二康 再開龍科 哇這個這個OMG 補65萬欸 這個龍科好像有點 有點弱 65%減傷的狀態 噢這個傷害我 你們自己算了 很扯 很扯 看一下喔 呃 卡妙來撐血 對阿 撐血的阿 這邊多少七顆是不是 這樣子就七顆了吧 好了 這樣就很輕鬆 很輕鬆 超級輕鬆 超級輕鬆 冰河實戰 我就之前我就跟你們講 聖鬥士的時候講過 他就是很強的一個隊員阿 冰河子龍星矢都是 除了隊長以外 都是很強的隊員 都是單開就是一個很強的增傷 所以那時候就是建議大家一定要抽到 那現在就是 出現一個還不錯的隊長 他就很有用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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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